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三个字都是第三声的时候,我们就要变调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三个爽声变调的口诀 前两个字乘词,二二三,后两个字乘词,三二三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三个爽声就是三个第三声的字连在一起时 如果前两个字乘词,前两个字都读阳平第二声 第三个字保留原调 我们看一看第一个例子 这三个字都是第三声 但是当我们要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变调 变成二二三,展览管 前面两个字变读第二声 后面的一个字保持原调第三声 所以变读后读成展览管 这三个字的原调都是第三声 但是当我们发现前面两个字乘词的时候 我们就要变调,变成第二声,第二声和第三声 所以在这里,这一题读作 表演者 这一题的三个字原调是五,碗和水 由于前面两个字成词 所以我们把前面两个字换作第二声 所以变调后将读成五,碗,水 接着下来这道题目 保,管,好 这三个字都是第三声 但是由于前面两个字是主要的词语 保管 所以呢,我们就把前面两个字换成第二声 保管好 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 三个上声,三个第三声的字连在一起时 如果后面两个字成词 那么我们就把第二个字读扬平第二声 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保留原调 我们一起来看看后两个字成词的例子 例子有 老 古 董 变调后 变成 老古董 接着下来这一题 这三个字都读第三声 但是 由于后面两个字成词 所以我们要把中间的那个字换作成第二声 所以变调后的读音是 小于散 根据题目 我们知道后两个字成词的 我们要变读三二三 就是赏身 扬平 赏身 所以这一题变调后的读音是 好 本领 这一题也是后面的两个字是主要的词语 所以我们变调后读成 请指点 三个赏身的变调口诀 前两个字成词 二二三 后两个字成词 三二三 同学们你记住了吗? 背完三个赏身的变调口诀后 那现在老师要考考你了 同学们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道题 这道题目 主要成词的是后面两个字 那请问后面两个字成词 我们的口诀是什么? 你还记得吗? 后两个字成词 口诀是三二三 所以这一道题的读音是 小老鼠 接着下来这一题是 前两个字成词 那请问前两个字成词的口诀 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前两个字成词的口诀是 二二三 所以这道题目 变调后是读作 老鼠跑 这三个字都是第三声 变调后怎么读呢? 这道题前一道题前面两个字成词 口诀是二二三 所以我们将是二三 所以我们将把它读作 水彩笔 接着下来这一道题目 主要成词的是后两个字 那应该怎么读呢? 变调后读作 买水彩笔 不向前走 不知路远 不努力学习 不明白真理 同学们 同学们 只要认真努力地去学习 才能得到成功 才能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谢谢